前英國首相特拉斯來臺訪問後 昨天發表演說 呼籲歐洲國家要避免姑息中國 如果歐洲國家 對於臺灣問題置身事外的話 那是不負責任的展現 應該要堅定支持臺灣 特拉斯也呼籲英國政府公開表態 支持臺灣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前英國首相特拉斯訪臺 實際要進行公開演說 主題大談中國威脅 有比喻先前法國總統馬克宏 提到歐洲不要捲入臺海事務的說法 特拉斯認為歐洲必須要避免姑息中國 並且應該展現對臺灣的堅定支持 特拉斯也呼籲現任的英國首相 蘇納克對線競選承諾 將中國列為戰略威脅 姚立即關閉由中共控制的孔子學院 改由香港跟臺灣人經營的文化中心來取代 並且應該公開表態支持臺灣加入CPTPP 為了立抗中國威脅 特拉斯也提出或許未來可以建立所謂經濟北約的概念 不過此時中國駐英大使館則在官網發表聲明 批評特拉斯訪台是一場政治秀 特拉斯強硬反擊中國批評 至於此行是否會擔心引發報復行動 他表示相信臺灣政府知道對臺灣人民最好的是什麼 中共想要控制臺灣的野心昭然若揭 民主國家應該合作 讓中國知道侵略臺灣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記者韓英朋友組台北報導